在南美洲茂密雨林的某一個地方 有種神奇的動物正在展示神跡 雙隻冠色,牠有個綽號叫耶穌色役 為什麼牠會叫耶穌色役 因為這些小朋友可以在水面行走 世界上有四種耶穌色役 這些神奇的爬蟲類 可以很快地走過湖泊河流的水面 足足4.5米的距離也不會沉 這些到底是神跡還是科學完美 為何耶穌色役可以在水面行走 耶穌色役大部分時間都留在樹上 但通常不會離水太遠 如果有掠食者靠近 耶穌色役會用很詭異的絕技迅速 又神奇地逃離現場 耶穌色役太重 不可以像昆蟲般滑過水面 所以牠們的腳像風車般轉 秒速達到1.5米 牠們的腳拍到水面 長長的腳趾會剪開,打出一些氣泡 只要速度夠快 牠們可以用這些暫時的氣泡 做踏腳石 將身體推向前,橫過水面 強壯的後腳 不僅可以令這種動物直立奔跑 同時可以在腳沉落水之前抬起 人類要狂分到時速105公里 才可以做出相同效果 所以除非我們可以在3.4秒之內 完成100米衝刺 否則這種神跡只可以交給牠 這種快閃爬蟲類 不僅僅將這種神奇的招式 運用在逃走上 這一項神奇的特異功能 不僅躲避敵人很好用 逐捏物都是 耶穌色役會捉昆蟲 小型暴雨類 以及比牠年輕 沒有牠那麼好打的色役 事實上 牠可能現在正在準備晚餐 真是太厲害了